欢迎收听由去月有声出品的有声书《武神主彩》 作者 按摩师 演播 麦小布 萧天逸 第2300集 永恒魔王冷冷地看了一眼黑石魔军 冷横的 黑石 这秦晨虽然曾经是你麾下魔将 但如今它是我永恒魔岛最顶级的强者 第一魔军的有力挑战者 甚至是本王在魔主大人面前 替永恒魔岛争取更多资源和扶植的机遇 你 难道要忤逆本王的旨意吗 永恒魔王目光狠了 属下不敢 黑石魔军神色未变 急忙行李 心中苦涩 魔尘呢 太莽撞了 为什么 自己明明冒死提醒他了 他还是答应了呢 难道他不知道一旦自己失败 会有陨落的危险吗 永恒魔王大人的这个提议根本就不单纯 身为女人 黑石魔军虽然没能看出来 永恒魔王眼神中的审视 但是女人的直觉 让他本能地感觉到 永恒魔王大人对魔尘似乎有一些不满 这才是他出演阻拦的真正原因 他相信自己的直觉 可现在 黑石魔军内心苦涩 一切都完了 永恒魔王冷冷地扫了一眼黑石魔军 而后转头看向了下方位于首座血战台上的第一魔军 第一魔军 永恒魔王冷冷地 属下在 轰的一声就看到如同磐石一般坐在那儿的第一魔军 此刻陡然睁开了双眼 轰的一声 如同是两道魔光从他的双魔之中暴射而出 惊鸿天地贯穿而来 第一魔军陡然站起来 他那身形比之巨魔魔军明显差了一次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当第一魔军站起来的时候 所有人都感觉到像是一座通天的魔山松立了起来 那巍鹅的身影压制在场 每一个人几乎无法呼吸 好强 仅仅是气势地涌动 便可镇压天地 横断万顾 第一魔军 你可愿接受魔臣的挑战吗 永恒魔王淡淡道 谨遵魔王大人旨意 轰隆的一声 第一魔军跨前一步 他的身上一道漆黑的魔凯浮现 魔凯上魔纹闪烁 晦涩复杂 绽放出了惊天的魔尾 随着他的脚步向前 虚空中荡漾出的隆隆轰鸣 仿佛魔界大盗在他的脚下颤抖着 在惊恐 这便是后期天尊 天尊中的顶级强者 砰砰砰 此刻场上 所有的魔族强者 心脏都是狂跳 血液肌瘤 心脏好像要爆开一板 强如第三魔军 爆裂魔军 都是神色微变 身形后退 他和巨魔魔军 都是半步后期天尊 算是顶级的强者 但是在第一魔军面前 却是根本无法相比 第一魔军的目光 落在秦晨的身上 绽放出了冷芒 你很不错 不过想要撼动本座的位置 却是远远不够 第一魔军冷然道 声音不大 像是在说一件稀松平常之事 很是平静 但是平静之中 展露出来的却是武锦的霸气 和充足的底气 他第一魔军是魔军最强者 秦晨的嘴角抽动了一下 然后笑了 知道吗 老子最烦有人在老子面前中病 轰的一声 花音落下 秦晨身形骤然动 轰的一声 直接化作了一道流光 骤然出现在了第一魔军的身前 一刀狠狠撇了过去 天地间 一道通天的刀芒出现 直冲天界 对着第一魔军 狠狠地展露而下 这一刀 蕴含无尽之威 斩断天穷 虚空在这一刀之下 脆弱的就像纸糊的一般 所过之处 虚空爆裂出了 惊天的漆黑裂痕 老子 无敌 轰了一下 刀光直接就来到了 第一魔军的面前 嗯 第一魔军瞳孔之中 绽放出了可怕的神红 他的身形动 如同巍峨的神奇一般 一拳朝着秦晨红 这一拳之中 无尽的魔威在凝聚 仿佛有一个世界在形成 权威之中 一道道身影浮现了 竟然是一尊尊的魔族高手 在一个魔族国度中生活 一拳演化出了一个魔族国度 令人震撼 碰撼一声 可怕的魔拳与刀光碰撞 顿时爆发出了惊天的轰鸣 轰喊一声 这血战台周围的大阵都隆隆轰鸣 符文闪烁 像是要爆裂开来一盘 剧烈地闪动 秦晨和第一魔军展露出来的实力 甚至连着血战大阵都震动 似乎要抵挡不住 轰隆隆 可怕的威压弥漫出去 顿时在场其余的魔军强者们 都是神色大变 纷纷后退 一个个远离这片战场 几乎退到了血战大阵的最边缘 惊恐地看着这 有魔将强者退得不及时 直接惨叫出声 在这股冲击波下 直接化为了鸡粉 血肉横飞 本源溃散 仅仅是散逸出来的魔威 就令得这些魔将强者们 根本无法抵挡 强如一些排名靠后的魔军 都气血涌动 脸色发白 嘴角溢血 可怕啊 太可怕了 很多强者都变色 这就是第一魔军吗 这就是后期天尊吗 不愧是毅力永恒魔导 最顶级的魔军之位 无数万年的强者 一出手 就爆发出来了威力 便震动了在场所有的强者 那魔尘呢 无尽轰鸣之中 所有人都摒弃宁神 宁神看向了那滔天的魔威 看向了那被恐怖一拳轰重的秦晨 就看到隆隆的魔气暴卷 无尽的黑暗魔威中 秦晨的身形窥然不动 奥立天井 整个人像是化作了一柄魔刀一般 人便是刀 刀便是人 人刀何以 竟然毫发无损 很多人都是道歇了一口凉气 看着奥立在那儿的秦晨 一个个心神俱阵 这一刻 他们可是真正的认可了秦晨的实力 能抵挡住第一魔军的一击而不死 不管此人何等就为 但是实力绝对是后期天尊级别 你果然有两瞎子 难怪如此狂妄 第一魔军眯着眼睛看着秦晨 先前他的一拳虽然不是他的最强一击 但是也绝非是一般天尊能够抵挡住的 而秦晨居然毫发无损 这让第一魔军第一次认可了秦晨的实力 装什么笔 秦晨冷哼一声 心中不说 妈的 这家伙怎么这么能装笔 比他还能装 战斗的时候不装笔会死吗 老子无敌 老子说过几次 冷哼一声 秦晨身上的魔攻绽放 身形在骤然消失 嗡嗡嗡 虚空之中 骤然出现了无数的身影 这些身影疯狂的闪烁 成千上万 一瞬间将第一魔军彻底包围 好快的速度 在场很多的强者都倒写了一口凉气 这些身影都是秦晨的残影 因为速度太快 在虚空之中留下的影子 在场很多强者 哪怕是第三魔军 都无法看清秦晨的掠动路线 以至于此刻看去 好像一瞬间出现了成千上万的秦晨一般 这是什么实力 不少魔族强者只觉得心头狂震 头皮发麻 连对方的身躯踪迹都看不清楚 这还怎么战斗啊 这也多亏了是第一魔军 换作是他们 哪怕是眨眼间 就已经被魔尘给秒了 难怪之前的巨魔魔军会一刀被斩 斩 无数魔影出现 就听得秦晨猛然的立合一声 轰的一声 顶刻之间 虚空之中成千上万的秦晨虚影 齐齐出手 轰鲁龙 无数的刀光在这一刻汇聚在一起 从四面八方爆展向了第一魔军 第一魔军皱眉 同时冷横了一声 轰的一下 他在身体之中陡然爆发出了刺目的魔光 黑暗气息涌动 那魔凯之上迅速的亮起了刺目的符文 气息在一瞬间爆炸 无数刀光轰然轰在了第一魔军身上的铠甲之上 立刻爆发出了刺耳的轰鸣 肉眼可见 第一魔军身上的铠甲爆发出了一团团的魔光 却将秦晨的攻击硬生生地给抵挡了下来 后期天尊魔凯 顿时场上有倒吸两起之声传来 这可怕的气息绝对是后期天尊级别的宝器 以第一魔军的实力 再加上这样的宝器 何人能提 凭你 连本作的防御都无法破开 第一魔军跨前一步 冷亨说道 眼瞳之中 仿若是由星辰涌动 一拳轰出 轰隆一声 无数的魔族强者虚影 从他的权威之中抱拥而出 威震天地 诸多魔族大盗在天地之间涌动着 是吗 本作无敌 岂能破不开你的防御 秦晨冷后 一刀斩出 漫天魔族大盗起起炸裂 轰的一声 秦晨的身形消失 同时 这第一魔军背后骤然出现了一道冰冷的刀锋 刀锋闪烁冷光 轰然地斩向他的后心 第一魔军转身 一拳直接粉碎刀光 轰的一声 第一魔军倒飞出去 嘴角一血 他的全面上出现了一道刀痕 他受伤了 第一魔军变色 这就是你的破不开的防御吗 秦晨再度一步跨出 轰隆的一声 又是一道刀光斩出 第一魔军再打 砰的一声 他再度被斩飞出去 身后层层虚空炸裂 全面之上再度一血 秦晨一步步地向前 一刀刀地斩出 他的体内 魔族之力在转换着 在涌动着 魔族大盗在奔腾着 事实上 若是秦晨暴露实力 全力出手 轻易就能将这第一魔军给哄上 不过 在这永恒魔导 他自然不能肆意妄为 既然伪装了 那就要伪装得下 不然 他辛辛苦苦一路杀上来 做了什么呀 轰的一声 层层的刀翼 不断地喷涌 不断地 站在了第一魔军的身上 而第一魔军 则在不断地退后 身上的魔凯光芒 不断地闪烁 魔伏之力 不断地流转 这让在场的众人 不由地变色 天哪 他们看到了什么呀 第一魔军竟然是 在被那魔尘压着他 这怎么可能 此刻 所有在场的魔族强者 都是变色 感到难以置信 只觉得心肝胆颤 太不可思议了 第一魔军大人 竟然是处于下方 多少年不曾见过 这样的场景 两个人爆发出来的力量 惊天动地 哪怕是位于 血战大阵之外的强者 都为之变色 虽然他们不曾 位于大阵的中心 但是仅仅是 爆发出来的气息 便足以让他们变色 若非由血战大阵维护 怕是光是 散逸出来的一丝力量 就足以震杀 他们在场的诸多强者 天空之上 永恒魔王目光之中 流露出来了凝重之色 这样的人物 究竟哪来的呀 一步步后退 第一魔军终于是奴 你赢 轰的一声 他如同是魔神 眉心之处 一道道 惊天的魔光 冲天而起 准备反击 只是 他还没动 扑的一声 就看到了一柄魔刀 不知从何处 虚空中陡然出现 直接盯入了他的眉心 可怕的魔刀 如同是炼狱之中 斩出来的 顷刻间 就斩入了 第一魔军的眉心之中 轰的一声 魔刀之中 一股恐怖的刀意 疯狂地涌入 第一魔军的身体中 令得第一魔军的身躯 剧烈颤抖 一道道裂纹出现 本座说过 老子无敌 清晨冷厚 刀意纵横 身形微恶 催动魔刀 要粉碎第一魔军的肉身 可恶 爆 第一魔军咆哮 在这一刻 他的身体中 一道惊人的生机之力涌动 同时身形骤然后退 轰的一声 伴随着他的怒吓 第一魔军的身躯 竟然是直接炸裂开来 无数魔气疯狂的肆意 当场粉碎 第一魔军死了 场上所有人都难以置信 这是真的吗 不等众人心中惊恶落下 看到不远处的虚空之中 轰的一声 无数的魔气涌动 一道道魔气再度凝聚 再度凝聚 化作了第一魔军 重新凝聚成了肉身 根本没死 第一魔军脸色发白 目光冰冷地看着前身 眼神之中有着惊怒 若非他族群的特殊秘书 刚才那一下 他怕是真的有可能陨落 这小子的实力比他想象的还要可怕 嗯 对面 秦晨也惊扬 皱起了眉头 这第一魔军竟然还有这一招啊 利用类似分身的自爆 直接爆开部分本源 而他本身 本体 却趁着这个机会 直接离开 再另一处凝聚 这样的手段 秦晨以前倒是很少遇见 极其的诡异 倒不是说 替身之术少见 而是以秦晨现在的实力 一般的提身之术 根本无法躲避过他的感知 完全是能够利用大道之力锁定的 但是 这个第一魔军的自爆提身之术 却差点蒙蔽过了他的感知 这就有些难得 小子 你惹怒我了 第一魔军傲力虚空 神色震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